因为我 风流体操 呸 你冲我不要脸 有印象了 什么意思啊 不管是坏印象还是好印象 最重要的是有印象 你这都是什么逻辑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对于女人而言 最可怕的是没印象 没印象 那就没可能了 对了 好印象啊 也不太好 因为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呀 这个男人其实没那么好 有的是缺点 到那个时候你会想啊 他其实没你想得那么好 那换印象呢 换印象 换印象 那就很微妙了 因为他已经很坏了 再怎么换 你也不觉得奇怪 那怎么就有可能呢 因为总有一天 你会发现 这个男人没有那么坏 其实还是很有优点的 到那个时候你会想 其实他没你想得那么坏 彼时 其实什么 其实我还是蛮好的 行啊你 你还真是个天生的 花心大萝卜 对谁都敢出招 你是不是活得不太烦了 行了 行了 都陪你聊这么久了 说给你 凭什么 我又是陪你练 又是陪你聊 就差陪你玩了 那我真吃三倍了 你小胡说八道了 你看你这龌龊的样 你是不是以为我真吃你这套 我不管你吃不吃 反正你报告上去 我就得走 你自己看着办法 你ersonutsun这种 你怎么知道 你自己听这个 我做的 我们去订阅 重复的 环境 你再说 你别以为我会手下留情 我需要你留情吗 到时候输了 别哭鼻子就行 大男人我哭什么鼻子呀 留着你自个儿哭吧 许亮 许亮 我说我请假过来上厕所 你怎么会跟着呀 你那么喜欢看男人上厕所啊 就你那点心思 不用猜我都知道 不是打电话 就是给女凤发微信 别忘了 我也是带兵的 好学 好学 幸亏我有三寸不乱指使 可以啊 这么些年啊 你是第一个陪我吃臭豆腐的人 这样的美味 竟然没人跟您分享 你也不想要是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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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 您好 您好 这是凯特 中国大陆分部的联络员 雪红 我还有事 你先去吧 咱们明天再聊 可是明天我就回去了 那就下次再聊 好 你不喜欢他啊 半斤 你总说我鼻子 能闻出卧底的味儿 我也怀疑 那你还在这儿 跟他谈笑风声啊 一人要用 用人要义 这话应该是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吧 这个对你来说太深奥了 你只需要执行 杀人的病人就是了 高手达 队长好 想什么呢 没什么 您怎么来了 下周集团军 势力局干部体能考核 我强化一下 你哥这儿想事呢 对啊 回到老部队 想见很多往事 不错嘛 集群队搞得生龙活虎的 有点特战分队的样子了 您见笑了 还早着呢 现在只能够说是 一把刀的雏形 想铸就成了一把真正的特战尖刀 还得好好打磨打磨 特整作战啊你是专家 你说了算 我就想知道 我的卫生队队长 还回不回来 我现在还不知道 你看 我们刚刚从陆航团 改成了陆航突击旅 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呀 吕卫生队不能一直没有队长啊 他要是不回来 我们就得任命新的卫生队队长 要不然没办法开展工作呀 你看呢 他是一直想留下来 你不想让他留下来 是的 霹雳火并不适合他 他要用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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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用他 你怎么用他 我自己的工作 我自己的工作 你自己的工作 我自己的工作 玩家 要用他 然后把你做做 你做一个工作 或者是 你做一个工作 那他就做了 我自己的工作 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 并不适合他 你说假话 高盛寒打高盛寒 你说这假话 骗我有什么意义呢 我带兵这么多年 虽然你的霹雳火我没带过 但是没吃过猪肉 总见过猪跑嘛 什么样的部队 需要什么样的干部和兵 我总是有判断力 要不然 我干吗把他送到你这儿来啊 旅长交易的事 他是很合适的 你说的是假话 你口口声声跟我说 不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 我压根没看出来 你说这一话给我听 有什么意义啊 对不起 旅长 我做不到 有件事情你想没想过 你爱人去世了 曾子墨也离婚了 我知道 你的内心一直有个遗憾 现在 不正是弥补这个遗憾的好时机吗 怎么 你还有别的活思想 是蓝牛 蓝牛她还小 孩子的工作可以慢慢做嘛 我相信曾子墨 不是那种 会对孩子不好的女人 她会是一个好妈妈 她不是那种传说弄后妈 我都并不了解 旅长 我知道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我也相信您的判断 真是